你好,今天为您解读的书叫做《天才假象》 从刻意练习、心理策略到认知陷阱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9万字 我会用大约24分钟左右的时间为您讲解书中的精髓 只要做到刻意练习、培养成长性思维、保持积极信念这三点 每个人都能够取得卓越的成就 相信大家都听过商仲勇的故事 讲的是一个叫方仲勇的神童,五岁便可以做师 在当地很有名 甚至有人花钱请方仲勇做师 方仲勇的父亲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于是每天带着方仲勇到处给达官贵人做师赚钱 就这样耽误了方仲勇的学习 但好景不长,方仲勇的做师水平逐渐开始退化 二十岁的时候已经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再也没有人花钱请他做师了 最后方仲勇不得不以种田为生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天才变庸才的例子 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我们再来听几件有趣的事情 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谷歌的前CEO施密特 都出生于1955年 并且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这的确太巧合了 后来有人对此做出了分析 计算机革命发生在1955年的前后 出生太早的话就不具备拥有个人电脑的条件 而出生太晚的话别人就会在计算机革命中占得先机 被誉为天才画家的毕加索 在绘画初期并没有表现出杰出的天赋 他的早期作品都是对他人的模仿 经过18年的练习才创作出了格尔尼卡等传世的杰作 听完这些例子 您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方仲勇小时候表现出来的天赋 最终并没有让他取得卓越的成就 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谷歌的前CEO施密特 取得的杰出的成就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生对了时代 毕加索创作出了传世的杰作 要归功于他18年来的专注练习 天才假象这本书 认为成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比如机遇、环境以及后天的努力等等 天赋也许能决定你的起点 但决定不了你的终点 在天才假象这本书中 作者认为任何领域的成功 都是长时间刻意练习的结果 并探讨了我们如何利用心理效应 获得成功以及一些关于成功的偏见 天才假象这本书的作者是马修·萨伊德 英国的乒乓球名将 凭借自学考入牛津大学 攻读政治学、哲学与经济学 以一等成绩毕业 现在是《泰晤士报》知名的专栏作家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之后 那么下面我就来为您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 坚持长时间的刻意练习 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行业精英 第二个重点 拥有成长性思维 能够让我们保持前进的动力 第三个重点 保持积极的信念 有助于我们获得成功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坚持长时间的刻意练习 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行业精英 著名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 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研究对象是享誉盛名的 德国柏林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手 埃里克森将这些小提琴手分成了三组 三组学生的水平高低 是由专业人员给出的客观评价决定的 第一组里面的学生是最优秀的 他们被寄予厚望 有望成为国际顶尖的小提琴演奏家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音乐天才 第二组的学生 他们的水平比第一组稍微差一些 他们有望成为世界级管弦乐队里的一员 去给明星独奏者伴奏 最后一组学生水平最差 他们的目标只是以后当个音乐老师 就很满足了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询问 埃里克森发现三组学生的学习经历几乎是一样的 他们基本都是八岁左右开始练习 跟随过的老师和学过的乐器的数量也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项数据格外突出 也可以说是差别很大 有望成为国际顶尖小提琴演奏家的这些学生 在20岁之前的平均练习时间 已经超过了一万个小时 比水平略差些的第二组学生多练习了两千多个小时 比希望成为音乐老师的最后一组学生多练习了六千多个小时 说实话 这个发现惊到了埃里克森 随后 埃里克森又在其他领域做了相同的研究 结果是惊人的一致 任何领域的精英都有着长时间练习的经历 那么只要坚持长时间练习就可以达到专家级的水平了吗 仔细想想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例如呢 你刚学习开车的时候 你会刻意的记忆如何换挡 如何刹车 随着练习的增加 你的动作越来越熟练 直到某一天呢 你完全能够根据情况轻松自如的换挡和刹车 一旦进入了这种自动完成的状态啊 你的驾驶技术也就这样了 不会达到专业赛车手的水平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有的人有着十多年的工作经历 却依然不是专家 反而入职两三年的新人 拥有较强的专业技能 有的人虽然有着十多年的工作经历 但每天呀都是在做重复的事情 真正有目的性练习的时间 可能都不到几十个小时 有的人虽然只有两三年的工作经历 但是每天下班后 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看专业书籍或听音频等等 用于目的性练习的时间 可能已经达到了上千个小时了 从表面上看呀 他们是工作年限上的差距 实际上呢 却是用于目的性练习时间长短的差距 前者每天都在自动模式下完成工作任务 而后者呢 却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 因此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行业精英 关键在于他目的性练习时间的长短 2016年 埃里克森写的刻意练习被引进国内 刻意练习这个方法论开始盛行了起来 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指的就是有目的性的练习 有着明确的目标 并且呢 是现阶段自己力不能及的目标 我们举个例子来具体的说明一下 例如啊 花样滑冰运动员不断尝试新的高难度的动作 而这些动作呢 以现有的能力是完成不了的 但他们却不断的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 一旦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马上啊 就会投入精力练习下一个更艰难的动作 就这样一直重复着 说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对刻意练习有了一个认识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才能够做到刻意练习 作者在书中呢 提供了三个方法 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运用正确的训练体系去练习 作者萨伊德的自身经历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作者在职业生涯的前夕 一直用英国的传统方法进行练习 他的平方球技术遇到了瓶颈 一直没有新的突破 直到后来 他拜中国的教练陈新华为师 陈新华教练用中国独有的训练战术 多球训练来指导他 作者的动作 速度和球感 有了很大的提升 世界排名呢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其次要获得有效反馈 反馈能够让你知道 自己现在所处的水平 以及与目标存在多少差距 这也就是为什么运动员都渴望 跟随一流教练学习 不仅能够获得专业的指导 更重要的是啊 顶级教练能够对日常训练进行设计 让他们获得有效的反馈信息 便于他们有针对性的去练习 打个比方 我们想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可以向行业老前辈取经 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挖掘客户 约见客户 并最终与客户达成合作意向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反馈 从而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 然后呢你就能够有针对性的去训练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了 最后呢去积极的尝试突破极限 例如泰格伍兹在训练的时候 为了最大限度的增加机球难度 他会把高尔夫球踩进沙子里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 老板布置的任务太难了 根本完成不了 这个项目太难了 我肯定做不好 啊等等等等 神奇的是当你认为太难的时候 但总有人可以完成 并且呢还做得很好 没准这些人的工作能力都不如你 但他们就是完成了呢 说到底啊 我们还是不应该给自己设限 如果你尝试着突破自己 意味着你离成功又进了一步 好了 上面讲的就是第一个重点 坚持长时间的刻意练习 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行业精英 说完这个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点内容 拥有成长性思维 能够让我们保持前进的动力 美国的两位心理学家 格雷格·沃尔顿和杰弗里·科恩 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 他们让一组耶鲁大学的本科生 做一道无解的数学难题 在做题前呢 两位心理学家设置了一个圈套 他们事先虚构了一个人物传记 讲述了这个人物的奋斗史 从经历大学时期的迷茫 到逐渐喜欢上了数学 并且经过努力最终成为了一名数学系的老师 而且他们更改了虚构人物的生日 让他和近一半学生的生日 在同一天 他们让这些学生读完传记再去做题 接下来呀 就出现了出人意料的一幕 与虚构人物同天生日的那组学生 比生日不同天的那组学生 做题的时间多了65% 对待数学的态度呢 也变得更加乐观了 对自己的能力也变得更加自信了 在这个实验中呢 和虚拟人物生日是同一天的那组学生 看过人物传记之后呢 会感觉传记里面仿佛写的就是自己 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从而激发了他们向传记里人物学习的动机 要像他一样优秀 他们在答题过程中 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答题动机 才会比另外一组学生 愿意多花费一半多的时间去答题 在前面的讲述中呢 我们已经知道 长时间的课艺练习 能够让我们取得卓越的成就 但我们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 只有当一个人有强烈的学习欲望 愿意在某个领域里花费时间和精力 这样的课艺练习呀 才有意义 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家长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完全不顾孩子的个人喜好 给孩子报了一大堆的学习班 什么音乐班 美术班和舞蹈班等等等等 这些起步较早的孩子呢 往往缺乏学习动机 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们都知道 动机对我们来说 有着重要的意义 能够激励我们坚持不懈的 朝着目标去努力 但仅靠一时的动机 是不能让我们成就卓越的 我们的生活中 有太多的三分钟热度的例子了 比如呢 有的人决定每天早起跑步 然后坚持不了三天 就没有然后了 有的人天天喊着要减肥 决定少吃多动 没过几天呢 也就放弃了 下班以后 依旧像往常一样 瘫坐在沙发上 一边吃着垃圾食品 一边刷着手机 由此看来呀 光有动机也不行啊 只要保持动力 才能够让我们坚持跑步 坚持减肥 才能够让我们实现目标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 卡罗尔德维克 他认为呢 思维能够影响人的动力 他提出了两个概念 一个叫成长性思维 另外一个与之相对应的 是固定性思维 我来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啊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拥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 倾向于不断尝试新鲜事物 对自己的能力 发出更高级别的挑战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直到胜利 而拥有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呢 倾向于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事 喜欢练习自己早已掌握的东西 他们害怕失败 不敢挑战自己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德维克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研究对象呢 是香港大学一组英语水平 有待提高的学生 德维克让学生们填写一份调查问卷 看看他们对天赋有什么样的看法 德维克把这些认为智力 是由先天基因决定的学生 称为固定性思维组 把那些认为智力 能够通过后天努力提高的学生呢 称作为成长性思维组 香港大学所有的课程 都是用英语来教学的 研究人员问两组学生 是否有兴趣参加英语补习班 结果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 固定性思维组的学生 不加任何思考就直接拒绝了 而成长性思维组的学生呢 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学习动机 很愿意参加英语补习班 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从这个事例中 我们可以发现 成长性思维能够让我们 不断的挑战自己 保持前进的动力 成长性思维 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 有着重要的影响 再来举个例子 公司近期准备组织一个活动 临时需要一名主持人 某天领导问你 哎 小李啊 你能不能上啊 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你呢 可能当时就会答应下来 为了能够圆满的完成任务 你就会努力练习自己的主持能力 包括话术 以及肢体语言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为了圆满完成任务 就是你努力练习的动力 而成长性思维 让你保持学习的动力 最重要的是 你又掌握了一项新的技能 对你以后的职业发展 很有帮助 相反呢 如果你不具备成长型思维 觉得自己以前没有当过主持人 没有主持经验 万一出了丑呢 受到这些影响 你可能当时就会拒绝掉 那么后来在提拔人选里 领导自然也就不会再考虑到你了 好了 上面讲的就是第二个重点 拥有成长性思维 能够让我们保持前进的动力 说完这个呢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保持积极的信念 有助于我们获得成功 三级跳远 现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乔纳森·爱德华兹 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啊 运动包里都会装一罐沙丁鱼罐头 他带一罐沙丁鱼罐头可不是为了吃 而是他认为沙丁鱼罐头 能够让他赢得比赛 大家可能会好奇 沙丁鱼罐头跟赢得比赛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啊 爱德华兹是一名重生基督徒 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情节 耶稣手里拿着五个饼和两条鱼 然后分给了众人 人们都吃得很饱 爱德华兹呢 把沙丁鱼看作是耶稣分给众人的那两条鱼 他从沙丁鱼那里能够感受到力量和心理安慰 正是受到这种信念的激励 爱德华兹才能够在赛场上一次次的取得骄人的成绩 我们在前面的讲述中了解到 通过长时间的刻意练习 我们能够掌握过人的技能 但拥有过人的技能就一定可以取得成功吗 好像也不一定 比如有些平时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 一到关键考试就掉链子 考试成绩很不理想 跟他们平时的表现相差甚远 再比如有些运动员 平时的训练成绩很好 一遇到大赛就表现出了焦虑和恐惧 发挥不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说到底 学生和运动员的发挥时长 还是因为关键时刻心理作用在作怪 因此在激烈竞争的高压下 拥有积极的信念有助于我们获得成功 实际上 积极的信念也是杰出者和平庸者的分水岭 为了探究信念对我们取得成功有着怎样的影响 作者从医学的角度来入手 医学界有一个名词叫做安慰剂效应 又叫假药效应 你没有必要记住这个名词 知道它的意思就可以了 我来解释一下 安慰剂效应指的是病人虽然没有获得有效的治疗 但病人基于心理上对康复的期望 他们会认为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病人的这种心理错觉会让他们的病情得到缓解 换句话说 安慰剂效应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安慰 安慰剂效应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例如同样的商品 一个包装的很精致 另一个呢 就是简单的包装一下 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认为包装精致的那个商品更好 同样的道理 两种疗效相同的药 一种价格低一些 另外一种呢 价格高一些 我们下意识的就会认为便宜美好货 认为价格高的那种药有更好的疗效 像这样的现象太多了 精致的包装 高昂的价格 以及广告的宣传等等 都会影响我们的选择 说白了呀 这种现象归结于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信念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 那么我们如何树立积极的信念呢 俗话说解灵还需细灵人 我们把信念比作是一块心病 我们需要用心理疗法来治疗这块心病 作者认为呢 最重要的心理疗法就是联想法 下面我们来具体讲述一下什么是联想法 联想法就是回想一下自己曾经的辉煌成绩 振奋人心的场景等等 然后呢 让自己变得高度自信 举个例子 我们需要在公司年会上做一个年度工作总结 或者主持一个大型活动等等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难免会有些紧张和焦虑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运用我们提到的联想法了 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学生时代当众讲话的经历 或者是在公司小组会议上的积极讨论等等 这些呀都可以帮助你建立自信 有助于你树立积极的信念 一旦有了这样的信念 你就会发现那些并不算什么事了 只是听众多了一些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好的 但联想法呢 还有一个弊端 如果我们用力过猛的话 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 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当我们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时 我们的身体会变得很僵硬 动作呢也不再协调 思维也跟不上节奏 就跟电脑死鸡了似的 比如有些运动员赛前过度的激励自己 认为自己一定会赢得比赛 这样啊 无形中就会给自己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很容易在比赛中发挥失常 最终输掉比赛 由于承受巨大压力而发挥失常的例子 在大型赛事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联想法行不通呢 作者呀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双重思想的术语 我来具体解释一下 双重思想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 人的大脑能够同时接受两种截然相反的信念 举个例子 我们接手了一个棘手的项目 以目前自己的实力可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拿下 我们这个时候啊 就需要做一个客观的分析 需要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 需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即使真失败的话 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历练 接下来呢 就会有针对性的去提高自己 一旦着手去做的话 就要把之前的疑虑放在一边 自信的去完成这个项目 对于任何行业的精英来讲 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双重思想 因此我们在树立积极信念的时候 需要将联想法和双重思想结合在一起 适度的培养自己的必胜心态 让我们变得不再紧张和焦虑 也要具备承受失败的能力 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 否则呀 会适得其反的 好了 上面讲到的呢 就是最后一个重点 保持积极的信念 有助于我们获得成功 好了 说到这儿 今天聊的内容呢 就差不多了 下面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为您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 刻意练习时间的长短 是决定一个人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 通过长时间的刻意练习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其次我们说到了 仅凭一时的动机 不能让我们取得卓越的成就 我们只有保持动力 持续长时间的刻意练习 才能够取得成功 而成长性思维 能够让我们保持前进的动力 不断挑战自己 让我们在卓越的路上走得更远 最后我们说到了 我们在树立积极信念的时候 需要将联想法和双重思想结合在一起 积极的信念 有助于消除焦虑和紧张 能够让我们更加自信的 面对工作和生活 对工作和双重思想结合在一起 要改双重思想结合在一起 期待的步骤 和双重思想结合在一起